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全球视野,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2号,星期四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台高官与美密谈,连电创始人大赞台独运动 中共高调吹捧邓小平,学者,习的地位在下降 纽石发布时报道,海外知名华人为中共当代理人 前日向野田佳燕,支持台湾入CPTPP 李强遭遇下马威,俄无人机轰炸莫斯科 亲爱的观众朋友,视频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品 三高代谢宝,它能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 从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请不要错过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21号,中共海警船两度闯入金门县制水域 交到台湾海巡署巡防艇连防驱逐 当天上午,中共海警四艘船只闯入 交到台湾巡防艇一对一连防驱赶 几个小时之后,台湾海巡署再次监控这四艘船只的异动要求离开 两次行动分别历时两小时时分 台湾海巡署呼吁北京当局停止这种行为 认清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相关事件传出之后 22号,据金融时报消息指出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国安秘书长吴钊燮等台湾官员 本周一直在美国大华盛顿地区某处进行高层秘密访问 美国和台湾多年来一直在举行特别渠道会谈 金融时报在2021年才首次披露 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前白宫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梅德罗斯表示 鉴于台湾最近举行了选举 这次会晤正值关键时刻 台北和华盛顿之间清晰一致的沟通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北京的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前五角大楼亚洲事务高级官员薛瑞福评论说 由于非官方关系 美台的接触很有限 鉴于中国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日益加强 这一管道现在尤其重要 他指出 在最近中共军方仍在继续做更多的事情并不断发展 我们看到台湾东部的夜间演习和空中加油等活动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 21日当天联华电子创办人曹星成发布脸书贴文称台湾 台湾独立一定会成功 曹星成表示如今美国日本与欧盟都已了解中共世界的乱源 自由世界和全球华人的民主反共力量 未来一定会合作消灭中共反文明的病毒和乱源 曹星成说台湾独立的主张 支持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 有别于过去两奖执政时的专制独裁 另外主张否决两岸同属一个中共的政治主张 委托国共两党内战的纠缠 让台湾永远享有和平繁荣 曹星成写道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世界上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60个 但战后这些国家内部地区纷纷走向独立 到今天一共出现了135个新兴的独立国家 他在脸书贴文写道 美国民意现在接近八成认为中共是敌人 接近七成认为台湾是盟友 日本、欧盟也大改过去的暧昧态度 转而公开支持两岸 两国互不隶属 如今美国、日本、欧盟都已经深刻了解 中共枪害人权 穷兵独武 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协助伊朗在中东袭击以色列 还意图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世界的乱源 自由国家现在不停的联合军演 并一再警告中共 不得以武力侵犯台湾 唐使中共真的攻打台湾 必然会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攻打乌克兰一样 遭到强烈的制裁 反击而走向衰败 中共反对民主 贪腐横行 迫害人权 罪恶滔天 定会遭到自由世界和民主反共力量的消灭 等那一天到来 就是台独运动大功告成的时候 而那一天必将到来 中共当局22号高调纪念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120岁名诞 引发更多坊间谣言 由于习近平此前走上与邓小平主张相反的路线 有猜测认为 这反映出习近平的地位正在下降 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官媒发布大量相关文章之际 北京军方公开举办邓小平纪念研讨会 出版业发布邓小平的纪念邮票和新书 邓小平改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甚至与邓有关的电影邓小平小道 也从22号开始在电影院重新上映 相关举动与往年相比更加高调 原大陆体制内 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 旅美学者吴作来评论认为 中共当局每次逢时 比如100年110年 都会有例行的一个纪念 而中共体制内部的人 都是希望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 他对大臣指出 许多人想让中国走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起来了 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现在高调纪念邓小平写稿的这些人 内心是要把习近平纳入到这个邓小平的路线 继续走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有些人说 这是习近平在做样子 打着邓小平的这样一个旗帜 其实他还是搞他的集权 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有三星期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 尽管后来在会面越共领导人时 出现在公众面前 各界仍然存在疑虑 吴作来认为 这段时间大量的传言在国内社交媒体流传 令人感觉习近平已经要下台了 或者已经并重不起了 这些在大陆也没有人去控制他 对习近平个人还是有很多的影响 此前中共老干部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截府 发表致中共两民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和何卫东 呼吁中共退场 大紀元记者的媒体渠道指出 老人的公开信发表之后 尚未遭到很大麻烦 吴作来评论说 最近中共官方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东西 已经大量的减少 虽然现在还是有习惯性宣传 但整个官场体制 对他是不合作躺平 或者反感厌恶 中共的捐方无法完全配合习近平 因此他这个大事已经失势了 现在这个经济后继无力 整个社会就没有动力了 无论是习还是他的团队 都尽显疲惫之态 都被降维打击了一次 纽约时报发布文章 攻击美国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信仰团体 引发海外华人圈有识之士的反感 多位知名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声 要求调查在美国的中共间谍 资深自媒体人老灯 22日发布贴文说 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内幕极深 该文的作者与中共关系密切 他得到爆料消息 中共公安部命令下属部门 最近在社群媒体上 要展开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猛烈攻击 激活中共海外的特工 特别是在美国 其目的是散布有关法轮功和神韵的谣言 从内部破坏法轮功学员创立的组织的稳定 其行为包括向外国媒体 分享有关法轮功的诽谤信息 并操纵相关搜索引擎结果 原中国企业家胡立任 20日在X平台谴责说 纽约时报帮助邪恶共匪在海外恶意抹黑 攻击法轮功群体 FBI应该彻查纽约时报内渗透的中共间谍 他表示希望推友提供纽约时报 撰写美化中共文章的编辑记者名单与资料 递交FBI总部进行彻查 学者资深媒体人戈壁东于19号发推指出 纽约时报号称对神韵做了一年的调查 结果写出来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美国没有一所学校的问题不比这个多 戈壁东说 他收集了纽时过往报道 如在2020年 该报将禁止武汉病毒流入美国 实施旅行禁令 称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口气比人民日报还扭曲 纽时还曾发表过 给社会主义一个机会 共产党是怎样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 等文章 他谴责说 纽约时报这样的红媒 是中共在极左支持下全球渗透的结果 其价值体系是极权中共的 是中共在美国的代理 可谓美国的耻辱 这样的媒体对神韵的报道有多少可信度 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民运活动家圣雪21号 转发大纪元的报道 前媒体人赵兰健 纽约时报接受中共统战 并引用文章所写 赵兰健说 现在纽约时报对准了中华民族最善良的社会团体 神韵艺术团 实施抹黑和摧毁行动 赵兰健写道 纽约时报的笔墨着眼点 就是一场精心架构的黑白颠倒 此外 还有包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纽约作家 台湾海外网评论员乌本天 职业的律师陈闯创等海外知名华人 均表示反驳纽约时报不时报道 也是在最近 美国当局在21号宣布打击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 纽约民运人士唐元涓 他因涉嫌隐瞒自己充当中共代理人 在法拉盛被捕受审 此外 近期还有包括陈军 佛州居民李平 纽约民运人士王书军等多名侨领 美国公民 因为在海外替中共输出影响 被指控为担任中共海外非法代理人 遭到定罪起诉 大纪元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21日下午 接见日本前首相 继立宪民主党最高顾问 野田家彦众议员访团 赖清德表示 期盼深化台日经贸伙伴关系 共同守护区域及全球的和平稳定 野田家彦则表示 针对台湾提出申请加入CPTPP 日本表示欢迎 赖清德提到 上次见面时 野田提到台湾对日本大地震的支持 日本人一辈子不会忘记 他也要说 在疫情期间 日本捐赠数百万剂疫苗给台湾 共同克服疫情的困难 这份情意 台湾人也不会忘记 尤其今年花莲震灾过后 日本政府和各界友人也纷纷捐款援助台湾 他再度表达最由衷的感谢 台日之间有深厚的友谊 更是彼此重要的伙伴 赖清德说 赖清德指出 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 日本政府除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也加强与各国的合作 建构多层次网格状区域协防网络 展现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 他表示 要打造台湾成为人工智慧之导 和日本未来在半导体 人工智慧 次世代通讯等领域 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他期盼台日能够签署双边经济伙伴协定 深化经贸伙伴关系 同时台湾也会积极争取 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希望在座访宾都能够发挥影响力 持续给予台湾支持和协助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燕至此表示 他相信赖总统能发挥高度领导统预能力 日本也愿意从旁协助 野田佳燕提到 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及世界卫生大会 也欢迎台湾加入CPTPP 野田佳燕说 日本与国际社会充分认同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两岸的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 未来也会持续向国际社会发声 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 这对台日双方都有很大的意义 从日本方面来说 这是日本朝野对台湾支持的一贯立场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一向很好 野田佳燕虽然是日本前首相 但他仍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他和访团的态度 可以看作是日本朝野的立场和态度 意在进一步巩固台日关系 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打压 如果日本将台湾拉入CPTPP 无疑会进一步赢得世界的支持 可以进一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从台湾方面来说 更是意义重大 CPTPP是区域性的重要经济协定 涵盖印太地区多个主要经济体 台湾如果加入这个CPTPP 对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拓展 都有正面的影响 有助于台湾在国际经济体系中 获得更多机会 国际能见度和国际影响力 都将进一步提升 同时加入CPTPP 也会使台湾在印太区域的战略位置 得到提升 可以大大消解中共对台湾的打压 据美日邮报报道 近日俄军一名无人机飞行员成功投诚乌克兰 中共总理李强到达俄罗斯后 莫斯科就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空袭 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在22号称 和到访的中共陆军代表团加强达成合作协议 同天乌军成功袭击一艘铁路渡轮 当时俄罗斯的一名无人机飞行员起义 精心策划叛逃数月 成功投靠乌克兰 并在乌克兰军队的协助下 使用无人机投掷的地雷 成功炸毁了一个位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 导致指挥观众伤 这次攻击对俄军的士气造成了严重打击 另外近日 乌克兰军队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的高加索港 命中了一艘满载油料的铁路渡轮 引发严重的爆炸和火灾 可能造成大量石油泄漏和环境污染 这次行动显示出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 20号 李强抵达莫斯科之际 莫斯科遭遇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 分析人士认为 是乌克兰对中共和李强的一次下马威 意在警示中共 不要继续支持俄罗斯 这次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 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 若非中共的支持 俄罗斯可能无法持续这场战争 随后 据塔斯社当地时间周四报道 中共陆军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 和到访的中共陆军司令李乔明会面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陆军总司令萨刘科夫 已和中共代表团加强合作达成协议 并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但报道并没有提到 双方所讨论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的具体内容为何 此时正当外界传出乌克兰要和俄罗斯 准备和平谈判之时 中共突然放问俄罗斯用意何为 引发世界舆论关注 在今天节目结束前 我们先来聊一个健康的话题 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 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三高代谢宝的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昌宏先生说 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 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 不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 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 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 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 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 如果您也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 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 这期的全球视野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以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